和规范 这些因素都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出口商 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定位我们的产品 在市场中能够吸引我们的潜在客户 我们可以知道在低端、中端和高端的市场 能够有怎样的定位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向贸易 中国是马来西亚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2020年我们的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增加了27% 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方面 有巨大的生产量 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出口的最大的生产商 比如电子产品 机器 以及化学品和化学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作为全球的供应链 最大的 最大的供应链厂商 也可以看到 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 还有很大的 差额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经济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有许多的超级城市 它们正在与马来西亚 有各种的发展计划 我们有许多巨大的突破 为了增强环境的保护 国内生产种植有所提升 在2020年 百分之六十一的 我们智力能够达到零排放 我这里想说的是 马来西亚出口商应该考虑的 关于广泛的经济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有六百亿的 在中国有巨大的 汽车的市场 混合汽车 我们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在汽车产业方面 以及半导体 在中国方面的 需求与供应还是非常大的 日本、德国、美国、匈牙利 马来西亚是继新加坡之后的 最大的需求商 在电池方面 提升了31% 而马来西亚也是中国的 第三个最大的出口商 在去年 在香港的 我们有 在公司 在公司 有一个很大的 我们有完整且强大的供应链 我们用Lithium的 电池 马来西亚也是 作为中国的一个 强大的支撑 为着帮助中国 实现它在 碳主机上的减少 接下来我们看 能够与中国之间 有哪些产品方面的 贸易的机会 在电池与电子方面 集成电路和半导体 关于 中油方面的产品 中国是 中油 食用油方面 最大的 客户群 他们使用 中铝 生物材油 中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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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材油 精致中铝 油脂 化学品 它是 天然的 然后它也可以 耐热 耐高温 在食品产业方面 是非常受欢迎的 并且 中铝 中铝油 也可以用来代替 其他的 食用油 在重庆 以及其他的 中国地区 他们喜欢吃 火锅 所以他们也用 中铝油来代替 另外一种油 此外 我们也观察到 在食物方面 本地水果 热带水果 来自马来西亚的 本地 对不起 热带水果 也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我们的办公室 也是收到了许多的 请求 要求出口 这些 热带水果 在新冠疫情 爆发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在包装食品 包装行业方面 有很大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来看 橡胶和橡胶制品 中国他们是大量使用 橡胶制品的国家 以及作为最大的 手机与电脑制品方面的国家 他们也因此而增强了 在橡胶制品方面的需求 并且在天然气方面的需求 也有所提升 可能会超过 200亿的 粒方米的需求 接下来说到 化学品和化工产品 他们会继续支持 建筑方面的发展 所以他们需要建 更多的高速公路 所以因此有 更多的化学品 化工产品 关于服务业方面 受到学前教育 MATRED一直都在与 马来西亚 还有HTC 有更多的合作 我们是其中一个国家 能够给中国的学生 其中一个选择 前来马来西亚求学 以及在医药物流方面 所能提供的服务 中国消费者 来到中国 其中一项最受欢迎的治疗 是育婴治疗 以及我们有一些 本地的品牌 在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即我们马来西亚本身的牌子 比如Mary Brown 在中国也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1992年 我们也将 清真认证的餐厅 将特许经营权 传销到中国去 所以现在在中国也有许多 马来西亚本地 开发的品牌 以及商店 现在我们要来一起看 Martrade 所提供的服务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什么是Martrade 我现在能 Martrade 中文叫做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 所以我们是帮助你们 将你们的产品 你们的品牌 推销到 其他的国家 所以最主要是 国外的 出口商 他们如果想要把产品 和服务 推销到马来西亚 他们也会先联络我们 所以我们会将 本地与外国的 生产商 发展商和 品牌商 连接在一起 我们也负责监督 将马来西亚的产品 推销到 国外去 我们在马来西亚 除了在 除了在巴胜谷之外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 另外五个地方 都有办事处 所以 让在马来西亚各地的 生产商 服务商 或者零售商 都可以容易地 找到我们 此外 马来西亚也在 另外46个地区 有我们自己的办公室 让出口商 进口商 零售商等 都可以找到我们 OK 这些是我们 MATRIX 核心的业务 我们的 我们可以 推广出口 并且帮助发展出口 提供 提供咨询服务 关于推广出口方面 我们帮助公司或企业 能够提示 有一个好的档案 帮助公司 帮助公司 推广 他们的业务 为他们寻找 合适的合作伙伴 你没有标准吗 OK 这个 今年 我要和你们分享 我们的推广计划 我们有54个 在中国的市场 由于目前有诸多的限制 虽然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在进行线上的推广计划 我们会做一对一的资讯 以及推广计划 关于商业展 我们会与马来西亚的参与者一同合作 有一些 推展会 与香港人 但这个也要看中国本地的情况而定 原本在昆明6月 就要举办 但是由于现在有一些限制 所以 现在正在展演中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9月 我们 会在南宁 举办 东盟与马来与中国之间的 商业的合作 你们可以提交你们的申请表格 可以通过上网提交报名表格 来参与这个商业展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出口商的发展 我们有232个活动 帮助 想要有份于这个优势的 厂商 我们提供很多的咨询服务 以及 援助的服务 所以从这张图表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一些的 项目 可以帮助到你们 我们有一个新的出口商的训练 培训 我们也帮助 土著 公司 还有 中阶层 企业 本地的企业 提升他们核心的业务 优势 提升他们的优势 帮助他们提升 帮助他们将他们的营业额 年度的营业额提升到5000亿 2000万 提升到2亿 在巴胜股之外 通过线上研讨会 比如 今天的这个研讨会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会提供一些的 提供了一些的 推销的活动 优惠的活动 以及很多的项目 我们还有一个项目 BIC 这是一个 智库 能够提供所有出口方面所需要的资讯 在BIC这个项目中 能够提供您所有所需要的资料 我们也很乐于帮助你们 之后我会有更多的解释 所以这个是电商的项目2.0 这个项目是为了要推广 马来西亚的公司 能够透过这个电商平台 推广他们的业务 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培训 在线上的一些出口的门路 你们也有可能会得到以下的 财务方面的激励计划 我们有一个入住的计划 有各种各样 并且多个平台 我们也有许多线上 或电子的销售服务 或者活动 有哪一些条件 你们需要符合这些条件 或者资格来参与 你必须是在SSM之下 登记的公司 需要在SKM登记 你们所卖的产品或服务 是本地马来西亚所产品的 由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poration of Malaysia MyIPO登记的 最少60%的产权 是由马来西亚人民 所持有的 每一年有少过5000万马币的销售额 年度销售额 或者是少过200位全职的员工 如果你们是做贸易的 那你们的年度销售额 必须是在2000万马币以下 或者有少过75个全职员工 并且你们必须注册在MATRAD之下 你们也是成为MyExport的会员 并且也做过了ERAT score的评估 所以如果你们要登记在SSM和SKM之下 你们的公司也不能够少过 就是你们的营运 不能少过6个月的时间 除此之外 你们已经在DMT方面 你们已经不少于一年的 营运的时间 并且在2014到2020年之间 并没有参与过任何 E-Trade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看到 Onboarding Scheme 就是入住的一个活动 到我们电商平台的 成立这个的目的是 为了要达到出口 所有的相关的活动 但是并不只是这些活动 拍照的服务 作为寄送的仓库 包括FBA的中心 You can try to submit and apply 租用物流仓库中心 Next Okay Now let's take a look on Claimable activities for DMT 现在我们来看 DMT 就是Digital Marketing Expenses 电子 Se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ch Engine Optimization Online Advertising Space Rental 网上广告的注用 为了能够达到成为 我们为了能够达到 打广告的效果 营销的效果 我们学会用一些的方式 我们可以申请 所以有资格参与的公司或企业 可以有份与这些活动或培训计划 所以我们这里有 主办商 内容 此外我们也有提供津贴 HRDF 或者其他的政府机构 那些所没有办法 获得津贴的 MATREG都可以为他们 支付这些差额 为着他们所参与的 培训计划或活动 在入住之后 这里有一些年度的要求 必须每一年都要达到 这些问卷调查 为什么我们要做 这个线上调查 因为我们要确保 这个计划的有效性 并且我们能够向政府 提供未来改进的建议 关于这个问卷调查 提供反馈 我们要知道 在E-Trade Program 2.0下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产生的实际出口销售额 以马币计算 我们能了解这些 得以渗透的国家 或市场的名称 产品出口 以及第二年 电商平台重新上市的情况 通过E-Trade活动 许多公司或企业 他们都成功成为 第一次成功成为出口商 如果没有MATRAID的帮助 没有E-Trade计划的帮助 他们就要花更长的时间 有这些食品饮料业 医药业 个人用品业 他们成功打入新市场 因此我们鼓励 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 都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 E-Trade的计划 这才能够成为你们的 另一条管道 有一个新的管道 你们把你们的产品 出口到其他的国家 因为我们遵循一个 适合大众的一个平台 或一个规范 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的 进一步的帮助 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资料 或者你们需要一些的 咨询服务 你们都可以透过这些 来联络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一些 成功的案例 通过E-Trade的活动 接下来谈到贸易和市场性质 我们拥有 非常广泛并且非常完整的 贸易的资料 讯息 贸易信息与情报 可以提供许多的机会 关于我们所出版的一些 以及我们所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提供 为马来西亚的生产商 马来西亚企业的优势 我们的能力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杂志 发送到我们 在全世界的办公室 目前有哪些政策的改变 在其他国家 与其他国家的 我们之前所提供的 在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的支库中 这是BIC 我们有许多选项 可以给你们做更多的研究 请不要吝啬 来到我们这个网站 可以收取更多的资料 关于MyExport 这是我们一个网络上的服务 是跟Matrix登记的 当你们通过这个 来登记你们的公司 你们就可以通过我们 来做出口的商务 这个是我们的平台 可以来看我们 Matrix的门户的网站 在我们的Matrix的 总部的第二楼 以RAT出口准备的 评估工具 看你们是否已经准备好 成为出口商 这里有23个提问 可以知道你们的公司 还有你们的产品 是否够格 为了让你们能够 报名成为Matrix的会员 这是MEEC MEEC 也是在第二楼 在吉隆坡的 在吉隆坡的大楼 Matrix大楼 这是我们的一站性的 服务中心 在新冠疫情之前 我们都是向外开放的 现在重新开放边境之后 我们现在也是开放 让其他外商 可以前来参观并咨询 这是我们在中国的办公室 我们让在中国的 马来西亚厂商 可以来联络我们 谢谢 谢谢安妮女士